很多客人都会买这个商业的整线 那整线里面有一个商务叫产品整线 那产品整线就是如果你有东西卖给别人的时候 那end user用到的时候有身体受伤 或者财务省事的时候过来告你 那保险公司就可以帮你去defense还有理赔了 那在什么情形 比如说进口商 然后东西都是under你自己的 label 的 比如说你有一个电视机 或者什么的产品 然后用到时候发生意外 然后别人过来告你 那这个保险就可以帮你cover 另外通常很明显就是餐厅 餐厅它的出品是食物 如果食物吃到有拉肚子中毒 或者有等等什么身体受伤的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 那产品整线也是会下来帮你去理赔的 产品整线一般可以include或者exclude 所以不等于你买了这个整线就一定会含 所以要问清楚agent 那agent当帮你报告的时候 要清楚了解你卖的是哪一类的产品 然后保险公司会根据产品的风险 然后给你报价 还有一年的营业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料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100万的进口商 跟一个1000万的进口商 你的风险就来得不一样了 那所以你的sales越高的时候营业额越高 你的保费就越来越高 那记得其实产品整线 它除了帮你在理赔方面会帮你做settlement 然后也会含这个律师的费用 那所以在美国做生意的时候 很多进口商或者你的产品会卖给别人的时候 都一定要有买这个产品整线 还有因为在美国做生意 你的客户也要求你一个settlement 证明你有产品整线 通常客人会按照他的客人的要求去买 那所以你可以把客人的要求给agent知道 然后agent就给他一个适合的保险 还有要记得 因为每个产品风险不一样的时候 要给agent 有时候给他website也是很有用 那如果你在产品本写有用户问题 应该要问清楚agent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